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照片 大石头 大力士 丢出这个大石头 旁边很多人参观 这个照片是在29年前1977年照的 这是瑞士的一个风俗 如果你看了这个照片 如果我们要用一句简明的中国成语来描写它 哪一句成语呢 就是那四个字 举重若轻 看到没有 举重若轻 它很重 可是对大力士而言 它可能变得很轻 把石头刨出去 所以我说用中国的成语简明而要的描写这个风俗 就是举重若轻 有很多成语是用具体的画面就可以表达的 一个画面表达了一个成语 反过来说 有的时候一个成语无法用一个画面来表达 比如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种成语 怎么样用画面表达呢 就很困难 不能用画面表达的成语 按照我李敖的标准 才是真正文字留给我们的空间 换句话说呢 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 不管是中国外国 用文字来表达的这个范围缩小了 什么原因呢 可以用照片来表达 可以用电影来表达 可以用电视来表达 很多画面 很多意思 文字所表达的 可以转成了图画 转成了动画 像电影一样 表示说 只有那些动画 图画不能表达的 剩下来的 才是文字的范围 换句话说呢 文字表达这种图像 这个时代 已经过去了 换句话说呢 现在人可以用很多图画 包括动态的图画画面来代替文字了 所以文字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了 那么对我们这些运用文字的高手说起来 那文字我们还能保留多少呢 还可以保留很多 为什么呢 有些感觉不是画面所能表达的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当年我在台湾大学 有一天晚上我们散步的时候 我散步到农学院 到了农学院上面的研究室里面 看我一个朋友 叫做李树谷 李树谷呢 就跟我聊天 就开玩笑 说李敖啊 你要不要看看你的精子 我说什么精子 他说你身上的精子 我说我看到过精子啊 他说你怎么看到过 我只要手银就看到了 他说不是打手冲 不是手银 是看到你的精虫在里面游走 他说你只要在我的研究室里面 你手银 然后拿出一部分精液来 放在我们的这个 放大镜 显微镜里面 就可以看到你的精子在游走 每一次射精 是两亿到三亿 这么多的精子 你可以看到你的精子的活动 引起我的好奇 看看我的精子啊 所以我在台湾大学农学院的研究室里面 就手银就搞了一堆精液 他拿到显微镜底下 说好来看吧 我看了 看着自己的精子在里面游走 我的感情澎湃 彭拜就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呢 后来发表 大家看啊 叫做精子诗 显微镜里看精子 千万小我在一起 摇头摆尾胡乱吉 他们每个都姓李 我后面还有一段一段话记录 业在农学院研究室看书 李树谷说 何不看看你自己的精子是什么模样 乃在显微镜下看之 极好玩 看到没有 这就是1959年1月16号的 我的这个日记 后来啊 我看到了唐朝诗人的一句诗 我几乎是一身冷汗 什么冷汗呢 你怎么抄人家呢 有这种诗吗 大家看 唐朝有一个诗人叫李赫 外号叫做诗鬼 就是李长吉 大家看李长吉的歌诗里面 有首诗叫做唐儿歌 唐儿歌 里面最后一句话是 诗的最后一句 眼大心雄之所以 莫忘做歌人性理 再念一遍 眼大心雄之所以 莫忘做歌人性理 跟我这个 他们每个都姓李 这个诗啊 太近了 那里要不简直抄人家唐朝人诗 可是我必须跟你说 我虽然很博学 在 1959年的时候 我真的 没有看过 李长吉 李长吉歌诗的这部书 换句话说呢 纯属巧合 李长吉的诗说 莫忘做歌人性理 我的诗说 他们每个都姓李 完全是巧合 可是我跟人家说啊 我今天不把李长吉的诗拿出来 你也没看过啊 你不觉得我在抄袭 可是你看了以后呢 你觉得哎呦 这李奥是不是抄人家唐朝 李鹤的诗呢 我一看 我也觉得很像 为什么好像抄人家的 可是我说没抄 人家不信 可是为什么我说没抄呢 因为我的确当年没有看过 李长吉的诗 并且那么厚一本诗 也未必看到这一句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宋朝 苏东坡那句话 苏东坡说 很多李白杜甫的诗 我苏东坡也写得出来 那么好的诗啊 我也写得出来 可是被李白杜甫先写出来了 他们是唐朝人 我是宋朝人 我写的 那时候我抄他的 可是事实上 我有这个功力 能够写到李白杜甫 我说我看到这首诗以后呢 才发现我有我的功力 可以写到 李长吉 李赫 这句诗没有什么好啊 就是说他姓李而已 可是 莫忘作歌人姓李 怎么比得了我李奥这一句 每一个精子 他们都姓李 这并且啊 现货出来的 也不能够别人来代替 对不对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我们中国古人说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这就是一个例子 当你的学问 你的修辞 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 有的时候啊 会发生不谋而合的现象 这就是一个不谋而合 没有抄袭 并且我这句比他那句 还实在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精子 描写精子 比作歌更具体 更有趣 告诉我们 画面所不能表达的意境 用文字可以表达 而这种表达 也想不到 在唐朝人 也这样子表达过 这就告诉我们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那你谈到这个诗 说你的精子啊 千望小我在一起 摇头摆尾 忽乱挤 他们每个都姓李 千望小我 什么是大我 大我在这里啊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我常常完成我大我 可是完成大我的目的何在呢 什么是真的要完成的大我呢 我今天跟大家谈谈 什么是完成的 真正完成大我啊 我们再回来 先从语文部分谈起 大家看 鸡锦 在我们中国语文里面 什么是鸡呢 鸡什么 鸡是没有米 锦是什么 锦是没有菜 鸡锦呢 就没有饭吃 又没有菜吃 叫做鸡锦 可是 这个语文在转变 到了今天 当我们用到鸡锦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会那么分的那么细了 是没有米 又没有菜 所以叫做鸡 叫做锦 我们不会这样分 这个语文呢 在转变 变成一个意思了 鸡锦 我再举个例子 啊 智固 什么叫智固啊 在古代解释里面 在足曰智 在守曰固 在脚 在我脚上的脚料 脚料叫做智 手靠 叫做固 所以我们今天说 智固 没有那么复杂的感觉了 就说这个人不自由 这个人被困住了 可是 在中国古代的意思里面 它两个意思是分开的 这个时候 我们看语文的运用 我们可以看出来了 我给大家再看一个东西 看到没有 这个在中国古代 叫做战笼 笼子的笼啊 站在那笼子 什么意思呢 这个囚犯 站在笼子里面 头卡在这里 头卡在这里 下面甚至用捐头垫住 浑身就这样 卡在那里 干什么呢 你坏的怪东西 展览失重 所以这些海盗啊 什么墙盗啊 墙盗就 用战笼的形 站在这里 我们叫做这个 这个 行啊 不能动的啊 还有一种呢 就这种东西叫加 加加 这中国的这个老师的加 就把你头固定住了 我们再看 这个变化 我们再看变化 再看 这是在 美国 清晓图时代 咱俩美国 也是加 看到没有 中国人没有发明这种方法 中国人发明的不是这种 也卡住你 不能动 两个手 脚 头 不能动 这种加 我们再 这个东西 加 我们再看 就是两个手不能动的 头卡在这里叫加 还有一种呢 就是早前英国的 就坐在那里 手脚都卡住的 两个手 两个脚 看到没有 手 两个手 两个脚 卡住的 可见我们 中西文化的比较 大家看看 都不一样 然后 大家再看 看到没有 手脚都卡住 大家看 一个漫画出现了 清晓图的 这种 装修 服装的 来看住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干什么呢 两个手 卡住了 头也卡住了 她用 两个手之间 干嘛呢 在修指甲 修她的指甲 你看表情 修指甲 什么意思啊 你们卡住我老娘 老娘满目在乎 在痛苦之中 我在修指甲 美化我自己 这个可能像 美国文学家霍桑 所描写的那个 十字 红字 红字的这本书里面 讲到他们铜肩 什么杂一杂八 把她被卡住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漫画 最有趣的一点 就是说 她是 虽然是在痛苦中 可是呢 她能够自得其乐 在痛苦中 她继续美化自己 准备她 这个痛苦解开以后 她恢复她自己的时候 她有准备的工作 使我想起了 中国古书里面的一段话 这个古书啊 叫做东关汉记 东关汉记的时候啊 她讲到 汉光武 他 起来革命的时候 他碰到 王猛的部队 他被打败了 打败了以后呢 汉光武 就 问他的手下 说 我们有个大将军 叫吴汉 现在我们打败仗 吴汉在干什么 看到没有 东关汉记 卷八里面说 兵有不力 仗打败了 汉光武呢 就问 常常令人 看 吴公 何为 吴汉大将军 在干什么 还言 报告说 方 工作工具 他在 擦他的武器 在整顿 整备他的武器 干什么呢 打第二次仗 上上绝业 汉光武 很赞赏 叹气说 吴公 差强人意 我们讲 差强人意 这个典故在这里 这种人 这种作风 可圈可点 差强人意 我们用这种典故这样讲的 这个字个字典故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汉光武 赞美大将军武汉 大家全打败了仗 有的喝酒 有的叹气 有的哭 有的在睡觉 可是 大将军武汉 在擦他的武器 干什么 整备 他的武器 准备 下一次的作战 一点都不泄气 看到没有 并不是因为 被关注了 就泄气 一点都不泄气 所以汉光武 赞美大将军武汉 这种人 差强人意 这种人 可圈可点 这才正点 那差不多 这才是了不起的人 这就是我今天 要跟大家讲的 一种人生观 这个人生观 不单是我理要的 就告诉大家 我们遭遇到 不如意的时候 遭遇到 打击的时候 遭遇到 失败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好不说过去 孙中山 他们在日本 这些革命党 他们去革命 会失败啊 失败有什么感觉呢 失败以后 正式的反应 就是 哭 叹气 痛苦 喝酒 玩女人 这是 失败以后的反应啊 可是 孙中山 他会有一条 别人赶不上的 他在看书 所以 戴传贤他们 很 佩服孙中山 就是 他遇到了这种 失败的时候 他不泄气 短时间的泄气 他也没有 就这样子 像我李昂 我很多的 不如意的事情啊 比如说 我跟人家打官司 打官司 法院判刑书寄来 官司打败了 那一般人的反应 第一个反应 就是 生气 或者不愉快 或者 骂这个法官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的反应 不愉快 生气 骂法官 对我而言 不会超过一分钟 那么我在干什么呢 我立刻 就写文章 攻击这个法官 台湾有所谓的监察院 到监察院 就告这个法官 这是我的 很积极的反应 换句话说呢 你立刻就恢复了战斗 而不是 你的反应 不是靠着那种 怨天 尤人 诅咒 或者痛苦 心情低落 那都是 不入流的反应 真正的高明的反应 就是我所说的 武汉这种反应 是高明的反应 我打了败仗 不稀奇 可是打了败仗 我立刻准备 下一次的战斗 我这个女孩子 被卡住 被夹住 并不稀奇 可是呢 我准备 你们把我放出来以后呢 我立刻就 花枝招展 指甲都修好了 这就是一种 人生观 我告诉大家 人生观有很多种 这种 是我所推荐的 就是说 我们遇到了挫折 遇到了失败 不要做那种 世俗的反应 世俗的反应 就是我所说的 怨天尤人 诅咒 痛苦生气 这都是怨世俗的反应 真正的 大将军 武汉的反应 是准备下一次战斗 或者我立刻 去开始报复你 这才是应该有的反应 有人问我 说你里要佩服什么人吗 我也有佩服的 比如说 我佩服一个 传说中的人物 他是谁呢 他就是 英国的侠盗罗宾汉 罗宾汉为什么我值得佩服呢 因为 他也是打架结社 他是个强盗 可是 他很快乐 他很快乐的 去做他的这种 打架结社 然后 他是个异盗 是个侠盗 他去救这些 贫困的大众 他整个的过程里面 是快乐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 罗宾汉的这些故事 他跟他那些同党 什么小约翰这些人 整天大家 开玩笑 这样斗着玩 来打架结社 我的不幸 是我没办法一个团队 去过那种 侠盗罗宾汉的生活 我只是一个人 可是我一个人 是尽量用一种快乐的心情 像罗宾汉似的心情 去 大家结社 这是我干的事情 所以你看 我自己有很多钱 我的钱 没有会计师 难道 强盗还要会计师吗 没有 我钱要怎么花 最后很高兴 这就是一种 这是一种方式 好不说 我捐高金苏梅 他去日本 就搞日本人 我就去捐他25万 他去美国人 联合国 搞日本人 我一捐 捐他100万 你还问你 你钱怎么来的 你问都不要问 有没有会计师 有没有 问都不要问 有没有交税 问都不要问 我基本上性格 是个狭盗的性格 可是我讲这些 啦啦啦啦 讲这些故事 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调整 我们的人生观 遇到失败 我们怨天尤人 唉声叹气 这是正常的 可是当我们 不用这种方式 来做反应的时候 我们会变得 忽然变得一个 快速反应的 一个快乐的战士 那不是更好吗 我今天特别 向大家推荐 推荐这种 大将军武汉式的人生观 请订阅我们订阅